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 路加福音20章的13节到18节 那我们的题目是 爱子所受到的对待 那我们现在就要念经文 路加福音20章13节 原主说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他 不料原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他吧 食产业归我们 于是就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者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叠碎 那石头掉在谁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在任何一个好故事当中 都应该有个高潮 而主在说这段葡萄园的比喻时 也不例外 在原主打发了三个仆人去收租 都失败了以后 他想要拆遣他的爱子 前去找原户们 或者原户们会因为他的儿子地位尊贵 而不再造次 但是原户们却另有打算 这就是这段故事的高潮 原来他们想 这个儿子是继承产业的 如果把他杀了 那产业不就没有人继承了吗 那我们就可以更加顺理成章地霸占原子了吧 于是他们真的这样干了 把这个原子的主人的儿子 有正统继承地位的儿子 就这样杀害了 他的被害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任何事 而是因为原户们的贪心 主这是在说一个跟他自己息息相关的预言 而他正是那个比喻中的儿子 而他此时正谈到他要怎样的被杀 但是他却毫无畏惧地在说这件事情 有人可以这样毫无畏惧地 谈到自己将来到的死亡吗 除非他确知自己一定毫无悬念的可以复活 或者他的死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吧 有没有人听说过耶稣的生平 去怀疑他的复活的呢 有没有人想过 耶稣是要想要改变世界 但是却很倒霉地被抓和被杀呢 有的 世人很多会这样想的 连基督徒当中也有 那是因为他们读圣经不仔细 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记载 都告诉我们主是知道自己将要被杀的 并且更重要的是 他确知自己会复活 读懂这些更是能够增添我们的信心 那圆主人儿子的死 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 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好处 除此是说那圆子的主人 要处置这些圆户 要将他们除灭殆尽 并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所以从故事中看来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圆户们的行动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 只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有意思的是 在主讲到圆主人 要来除灭这些圆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之时 有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反而在同情那些圆户 我不知道他们在听到圆主人的儿子 被圆户们推到圆外去被杀掉之时 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发出这样的惊呼 在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反倒是听到这些 先是侵占圆子不交诸 再动手打伤仆人 杀害儿子的圆户要被除灭时 观众的同情心却在此时大大的发作 大概他们在心底隐约的知道 这讲的就是他们自己吧 不义的人还是同情和自己一样的人 而神却反而是人的仇敌 主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他说一段经典的话 他说 经上记者 匠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碟碎 那石头掉在谁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这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是神永不改变的心意 这事是必要发生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自己在某些地方稍稍有理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想这些园户要被除灭 真是好可怜 神为何不再给他们多一点点同情怜悯 再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呢 我们自己的想法 若是和神的旨意有所抵触的时候 那就好像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必定要碰个粉碎 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这句话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有不可改变的旨意 我们不管是祷告祈求 都没有用 而且不能改变 甚至阻挡的人反而要遭祸的 愿上帝怜悯我们 带领教导我们如何做和神心意的祷告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